虽然现在已经进入 斗南大松部落丝瓜的采收期 不过农民脸上却没有丰收的笑容 因为今年雨水少造成丝瓜欠收 再加上疫情的冲击 学校全面停课 菜市场需求量减 让价格比起往年差了有一倍之多 气候不稳定 气候不稳定 很暖都没有雨水 所以没有水 也没有水 所以收成就好像比较差 收成量差到多少 差到多少 差三成 差很多 真的是 差多少 差了大概 一倍以上 尤其丝瓜在收成的时候 必须要每天采 因为要是放太久 就会老到无法食用 接着因为疫情价格崩跌 若是选择不收 直接耕除当作肥料 又会产生病虫害 今年的状况 对农民来说 实在是相当的头痛 太大条 所以造型 我们在市场上无法接受 你把它挂掉 放在土壳 如果价钱不好 把它挂掉 放在土壳 放在土壳 措施来辅导农民 同时在通路的部分 也积极做媒合 从品牌 生产 销售 三方面来帮助农民 主要是有帮 班员们做产销履历 去市场有优先拍卖 价格当然是会比较高 在农会这边也有做 帮农民找一些通路 像晾饭店 航口 还有一些超市 那另外 农会这边也有 请植物医生 帮班员做 那个植物的诊断 帮班员解决这些问题 今年斗南的丝瓜 虽然收成少 不过品质 一样有维持 农民也希望说 民众在状况允许的情形下 多多来采买 使用在地优质的丝瓜 减少他们的损失 记者陈建华参访报导